因为第一局的时候 我跳箱子可能跳的 那个体力透支 就是消耗体力比较大 后面有点 坚持不住不可能 我太可怕了 刘宇 你太可爱了 真的 刘宇 你刚才第二局的时候 你是故意放个烟雾弹 摔一跤是吗 让你的对手麻痹一下 我直接都没看到 我直接冲 快 我摔倒 我都忘记我摔倒了 我感觉你这么灵活 是不是因为 你是从小县城过来的 然后以前经常在田间 是不是那个田梗跳多了 所以就很习惯 因为从小就是小山坡 陈杰他19岁真的很优秀 但是我爬过的山坡 比他吃的米都多 他好可爱 这个比赛 预料之重 对 刘宇 你就会让人讨厌 对 还是那种特别好玩那种 对 对 现在许春贤先到带定区就位 谢谢 对 这样 我们的三位领队对于刘颖进行元气主力的评定 你这么猛的摔了一跤 你完全没有在乎 马上爬起来 节奏一点都没变 心态超级好 太棒了 谢谢圆圆 谢谢 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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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写得通过 好 好 刘颖确实状态非常的好 非常的放松 我觉得这样特别棒 希望你一直这样下去 我给你过 柯柯最后的决定是 我觉得我还是要看刘颖再来一场比赛 所以我意见保留待定 但是我觉得 在比赛当中 对方出现了一定失误 明显看出来 刘颖的体力下降非常大